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Matthew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平時怎樣用AI來生產一些字幕 讓我在YouTube上可以上載這些字幕 那我就剛剛上載了這條影片 誰可以成功這條影片 那我就未上字幕的 那所以我就用這條影片 會作為我們今天的示範 那我就在網上下載了一個剪接的program 就叫做剪影 那我就現在首先開了這個剪影的專業版 當我開了這個剪影的專業版之後 我就開始創作 第一件事我需要導入我原本的那條影片進來 那我那條影片叫做Music Studio Visit 那導入了進來之後 我第一件事我就把這條影片 拉到那個timeline那裡 那大家現在看到其實呢 我這條影片裡面是沒有任何字幕的 那我很容易就可以generate到一些字幕的了 那我就只需要去回文本 然後我就選擇智能字幕 那在智能字幕那裡 我就按開始識別 當我按開始識別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就幫我認回那些字幕出來的了 那現在你看到它是45% 那應該就不需要很久的時間 它就已經是可以識別到那些字幕出來的了 好了 那它已經完成了識別那些字幕 那大家呢 其實你看到畫面上面 它已經是有些字幕顯示了出來 那我就不太喜歡用一些簡體字 進去那個studio的時候 其實呢 我就會導出這些字幕先 那我就選擇字幕導出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導出 那當我一按導出 它已經導出了很快 那我就會打開文件夾 當我打開文件夾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就應該有個字幕的檔案就出來了 那這個字幕的檔案呢 我呢 我就會用那個notepad呢 來打開它 那我用notepad打開的時候呢 大家都看到了 譬如它第一句的字幕叫做其實 然後呢 你是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過天花上面 這些都是簡體字來的 那所以呢 然後呢 我就會把它選擇了 選擇了 選擇了 然後呢 我會 copy 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呢 開文件 好了 我開了文件之後呢 我呢 就把我正說 copy 那些字呢 就放了下來 那其實你又看到它部分是簡體字 又不是所有是簡體字來的 那我呢 我就會呢 去回這個叫做review的鍵那裡 跟著有個translate鍵 那我就translate document 那我就會由這個 Chinese simplified 就轉做Chinese traditional 那我就translate了 那當我translate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了 現在其實啦 其實呢 那這些字呢 過天花 那它現在呢 都會變回做一個叫做繁體字了 那我覺得都ok啦 那我是可以接受 用了這些字的 那但是簡中呢 就有些字 我就一般的喜歡的 那譬如有一個 有一個呢 很出名的mixer 還有製作者 這樣 我們翻完崇拜之後 呢 那這些字呢 我不是很喜歡的 那我就會replace了它咯 那我replace了它呢 那我就在這裡按 replace all 對了 那可能會順口少少 那replace了 我們翻完崇拜之後 有一個出名的mixer 還有producer 那這個我也不喜歡 然後我又是replace它 然後我又是replace它 是的 那把它拿走完之後呢 可能會順口少少 那其他那些呢 我就姑且不倒閉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我會怎樣做呢 我就會把這裡呢 又是select all 然後呢 就copy了它 然後呢 我回到notepad那裏 我就會 delete了原本的 就這樣呢 就直接呢 就放回來 然後呢 我就會呢 就再save它一次 file save它 save了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條綠色花在旁邊 就已經save了 那現在我這些呢 就全部叫做 是繁體字的字幕了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回去 我的youtube channel那裏呢 就去回我的content那裏 那裏 跟著呢 我就會edit我的影片 跟著呢 我會在subtitle那裏呢 就加一些字幕上去 那現在因為我完全沒有加過 任何字幕呢 那這裏 那個cantonese 旁邊呢 是沒有東西的 那我就按那支筆仔 按了那支筆仔 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upload file 跟著我說with timing 因為原本呢 在這個剪影那裏 那裏 已經有了timing的了 那我只需要呢 直接upload回到進來呢 它就會有那個timing的了 3月2號這個字幕先 好 那它有些error 我其實呢 就不理它了 那我可以在這裏play一下 看看 其實呢你是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些字幕裡面呢 有什麼東西的 那天花上面呢 是有什麼東西的 那我的地下呢 是怎樣去做的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廣東話的字幕呢 就已經呢 是上載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我也都可以做一個 叫做 英文的字幕的 那又或者 我轉回做簡體的字幕都可以的 那我很簡單的 那我就 只需要回到word那裏 那正說 那個word那裏呢 我就是用這個simplify to traditional Chinese的 那我試一下呢 就用這個英文呢 的字幕呢 是怎樣的呢 那我就translate 那我就translate 他説 Actually hey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side the walls there was a bit of blitting on the ceiling it is a matter of doing everything Hello friends I'm Matthew 是怪怪的 不過呢 他都總算叫做 幫你翻譯了 這樣呢 就 這裏呢 我們又是 same thing呢 我就會select 我copy了它 那我們就回到notepad那裏 回到notepad那裏呢 我們就select delete了它 將剛才那些英文字幕 放進來 接著呢 我們呢 就save它一次 按一下這個字碟仔 跟著我們會回到youtube那裏 那裏呢 回到youtube那裏呢 我們呢就add the language 跟著我們選回英文 跟著呢我們就按支筆仔 跟著呢我們就按支筆仔 跟著我就upload file 跟著我就continue with all the timing 那因為正好我用回同一個file save呢 所以呢我就會進來了 那你其實呢 是可以在那裏 edit的 就是有一些位置呢 就是 譬如這個 擺明它不懂得翻譯了 阿仔呢 其實呢 my son 這樣呢 我就可以publish的了 當然啦 我們整理好 整理好呢 整理好呢 就是可以publish 在這個時候如果我看回youtube呢 那我開一個字幕呢 是的 我們看到呢 那些英文字幕呢 已經呢 按著我每句說話呢 在這裡顯示出來 那我們呢 同樣的工序呢 就只需要呢 做在其他的語言上面 譬如法文啊 德文啊 西班牙文啊 那我們呢 就已經可以有 不同國家的語言的字幕呢 上載在這個youtube那條的影片上面了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今天呢 想和大家分享 怎樣用AI的方法 generate了一些的字幕出來 而我們借用呢 word呢 來去變成呢 其他國家語言的方法啦 那如果大家有些問題想說 大家可以留言 那我們呢 就可以再交流 那我們今天呢 分享的內容呢 大致呢 就是這麼多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